总部要来看看绿军啦 在蔡英文的竞选总部 目前气氛又是如何 会心 好主播 那么现在呢 天色是已经暗了 那么尽管现在这个时候呢 开出来的票数 蔡英文是呈现落后的状态 而且蓝绿两方的这个票数的差距呢 也越来越大 不过我们在现场所感受到的气氛 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比较低落 甚至呢 现场聚集的民众 还陆陆续续在增加当中 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是 民进党内部呢 除了评估这个蔡英文 是不是能够胜选之外 他们还特别在关注 最关注的是台中市这个地方 因为台中市呢 是苏嘉全她的投票的户籍所在地 那么台中市这个地方呢 也是苏嘉全在五都选战的时候 她选市长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不断地在耕耘地方 因此呢 台中市最后开出来的票数呢 对民进党来说是评估他们政治版图 最主要的一个政治意义在 那么在预计在今天晚间呢 约末九点钟左右 蔡英文呢就会在她的竞选总部这地方呢 召开一场这个国际的记者会 那么在国际记者会结束之后呢 随后就会到我后面的这个台子的地方来 发表她候选人的这个感言 那么因为她发表感言的时间呢 也应该已经是所有的票数的对境开得差不多 而且也是大事已定的时候 那么她到底是会发表这个设选还是落选呢 在晚间的十点钟呢就已经可以见分枪了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板桥为您掌握到的情形 我们先把镜头再还给同类主播 好的 这是两个竞选总部给您预告一下 马英九总统预计在七点半钟 会来到竞选总部对外发表谈话 而蔡英文呢预计是在八点半钟 会在现场召开国际记者会 稍后都有连线报道 那么就在刚才连线的同时呢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来到现场了 敬平好 严永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敬平我先给你报个票数 你看看有没有这跌破你眼睛的地方 先来看看马英九到目前的票数呢 是420万票 蔡英文是361万票 那么宋楚瑜是22万票 如果以比例来看的话 目前这个马英九是领先 蔡英文一样是7个百分点 那么另一方面呢 在下面当然一直跑的是 这个立委的选情最新的得票数等等 同时刚才到现在 包括了严清彪 陈庚德 徐耀昌 黄伟哲 林佳龙都自行宣布当选了 其实严永哥不会跌破我眼睛 我原先的预测 这是1月3号的一个媒体报道 平面媒体报纸 我跟这个记者其实受知道的消息来源 是国民党蓝营里面高层同一个人 当时他们是说 至少从50万票的基础起跳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票数 420万对361万 目前还没开完 但是洛河辅接 开了大概一半 一半以上 也是大概符合他这个目标 那当时甚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跟国民党蓝营这个辅选干部 在交换意见的时候 是听到他们预估天气好的话 以今天本来中央迹象局给的资料说 北部会有阴雨绵绵 南部可能天气还比较好的状况 可是没想到今天天气出太阳 都是晴天 只有离岛有雾 我今天中午进国民党总部的时候 然后那个辅选干部就 还比我晚来 开开心心的进来 说他早上去看了一次投开票所 然后就说你看天气那么好 出太阳连老天都帮我们 当然他们是有点乐观的心理 你都看到怎么天气好 国民党就安心了这样 对 然后辅选干部党工都说 连老天都帮我们都这样讲 然后我说你们那么乐观 当然我心里也有大概刚刚讲的 他们所讲的数字 所以他们认为预估 甚至天气好的时候 能够赢到甚至100万票 只是当时呢 他们也很怕说 我们媒体把它写破 写出来 或者是把它讲破 说国民党一定会赢100万票 哇 那这样支持者就不出来投票 他们现在所释出的氛围 就是在选前 希望能够让人家觉得说 基平的意思是说 我们本来预估国民党 这个选前的预估 50到70万票 你说不止 国民党内部其实预估 可能赢到100万票以上 对 在这个礼拜一礼拜二 其实我们在请他们预估票数的时候 私下结果高成的时候会100万票 那是当时他们说 那个是很乐观 天气很好的时候 至少从50万票到100万票 中间 但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领先的这种 四五十万票的差距 还会一直往上 有点在拉大 除非后面就是有些地方 该赢的你差距就是已经拉到平均 或者是输了输了太多 也就是说本来民进党认为说 南部可以大赢 那这是绿赢的原来估算 然后北部可以小赢 国民党其实原先预估 我跟大家讲 封关前的民调两天前 他们的民调就是领先9% 你9乘以14万票的话 就是136万票 这是他们封关前不能公布所做的民调 那这个状况 以目前的那种趋势 如果开票速度不减的话 这样一个稳定成长下去的话 应该会达到这个目标 是确实 现在已经开了二分之一墙了 余仲兄看起来确实以目前来看 是国民党估得稍微准确了一点点 但是当然不是最后 当然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的确是民进党这边来讲 他们看到蔡英文是差了50万票 那当然另外一点 我觉得那个要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立委的 这个东西是反映在立委选情上面的一些情形 因为如果说光看这个在北中 这边一些立委的那个选情的状况来讲 似乎民进党他的那个立委的那个选情 比这个原先预估要稍微好一点点 跌破眼界你看澎湖的杨耀 还有在台中的刘兆豪都是民进党籍 目前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 那当然那个因为现在刚才那民意也提到说 有个票柜的这个问题 那有的那个因为小票柜容易早开 然后大票柜一开都比较晚 但大票柜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大的差距的话 一下一倒过来五六个小票柜 就抵不了一个大票柜 所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就是说民进党在这个北中 这立委的这个选情可能目前来看 似乎比之前的这个票数预估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以总统选举来讲 是以现在的这个开出来的票数来看 又跟之前的这个预估中间有一些差距 那当然这个差距到底能不能反映 那最后的结果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结果 如果真的就像刚刚敬平兄所讲的 是会到达这个例如说是 有这个一百万票以上的话 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好好的要反省 到底之前的整个民调作业 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有哪些东西没有反映在民调上面 然后台商的因素到底它是到什么程度 以及手投足 以及其他种种这些的这个 有的不投票或者是说 也会来投票 但是没有反映在民调上面 它的这个所造成的结果是如何 是确实 你看这个选举的结果 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分分秒秒 大家都有新的票数产生 也有可能像是刚才这个宜中兄所说的 开的现在可能都是北部中部的选票 南部可能最后开出也不一定 南部是绿营的大票商 最后这个小英大反攻也不一定 不过这个民调兄 刚才静平也透露消息了 您讲的比较保守 他说国民党内部预估赢一百万票 说真的我是不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静平说是最后封关的这个部分 因为坦白讲这个我们常会 两个礼拜都停开 我们也得不到最新的讯息 不过其实我的论调一直持平的 我觉得说我可以讲50到70这样论调 我觉得是中性的 那如果你真的心中是一百万 你自己做出来的民调是一百万 你都不可以讲出来 不可以把它说破 那你一定要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领先的是有机会赢的 但是要大家更审慎乐观的再加把劲 这个是选战操作是无可厚非的 那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状况 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一个江林军 似乎稍稍落后 可是你知道林军他那个选区在凤山 在凤山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大块的眷村 那个眷村开票是最慢的 但是是最大的 那外面的时候出来的话 就有可能这种票规就是一下就翻转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观察 但总统我可以感受上是持续在走 你说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去扭转 我可能我想这个态势是一定的 是所以认为50到70这是非常有可能 最后的结果终结的票数差距 好 我们要告诉您最新的选情结果 那么有部分的候选人已经自行宣布当选了 我们特别为您做了整理 包括桃园国民党籍的陈根德 那么桃园国民党的孙大迁 还有苗栗陈超明 苗栗国民党籍的徐耀昌 台中五党籍的延青标 台中国民党籍的杨琼英 台中民进党籍的林佳龙 台南民进党籍的黄韦哲 那么另外还有桃园的廖正景 桃园的陈学胜 桃园的杨丽环 桃园的吕玉玲 高雄市的管碧玲 连江县的陈学生 都是自行宣布当选的立委参选人 好的 这是立委最新选情 当然自行宣布参选 最后还是以中选会所公布的为主 那么继续我们要连两个现场 也都是一级战区 分别在台北 那么士林区 还有在嘉义县的选区 先来看看周首逊 目前的累计票数 当然是稍微落后一点点 但是他们如何评估最新的选情 跟结果的发展 我们连到周首逊的竞选总部 好的 观众朋友 您看到目前在周首逊的竞选总部 这边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大家都非常担心周首逊的选情 目前他的票数是 41568票 是暂时落后这个姚文智的44336票 目前这个票数大概已经开出了一半左右 那么这个选区 士林大同区呢 本来就是台北市比较少数绿大于蓝的一个选区 所以呢被这个绿居呢 视为是务必要抢架 这台北市的第一席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这是推出这个姚文智呢 他是前新闻局长 而且因为他是在士林出生的 他的太太呢也是大同人 所以呢他不断强调 他对这一区的这个地缘的关系 务必要成为这个绿军在这里拿下的第一席 也因此呢 这个周首逊他从一开始这个选战 就打得非常的辛苦 双方呢一开始就捉对厮杀 到现在呢这个周首逊的这个选情呢 是暂时落后这个姚文智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设止地区 设止地区哦 原来就是绿营的大票仓 那么在2008年的立委选举当中呢 这周首逊他在这边呢 是小输给这个王世坚两千多票 不过这个地方呢 还是绿营的基本盘 那么不过这个姚文智呢 他最近哦 不但是请出了很多的明星级的助选员 来为他辅选 也希望能够获得中间选民的青睐 所以目前这个票数是 还是有三千多票的差距 以上是目前现场最新情况的主播 好的 姚文智对上周首逊 目前姚文智领先三千多票 可以说这个周首逊也陷入了苦战了 所有最新的结果我们随时连线 另外在嘉义的山区也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陈明文对上了国民党的刺客陈以珍 陈明文目前领先 有没有要最新宣布可能自行当选 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们连线到陈明文的竞选总部 好 主播目前呢 在陈明文的竞选总部这边呢 聚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了 支持者现在心情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陈明文目前的票数 拿到了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三票 而他的对手陈以珍呢 目前的票数是三万八千六百九十九票 目前的票数的差距是越拉越大了 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陈明文是前嘉义县长 而且担任过一次立委 地方人脉和资源是相当的丰厚 而陈以珍呢 的家族一向呢 跟这个陈明文的交情还不错 但是陈以珍这次是接受了国民党的征兆 以刺客的这个角色要来扳倒老县长 不过呢 我们了解到呢 在这个嘉义县的第二选区这边呢 包括了西口大陵梅山 还有阿里山区这边呢 都属于绿大于蓝 可以说是绿营的票仓 所以呢 国民党要在这边拿下立委的席次呢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呢这个陈以珍呢过去呢担任新闻主播的时候呢 形象非常的清新 但是呢对抗这个老县长呢 在这个下一线的人脉资源相当丰厚 这个捉对厮杀还是非常的不容易 目前我们再为您重复一次 这个陈明文目前拿到的票数是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三票 而陈以珍是三万八千六百九十九票 目前陈明文还没有自行宣布当选 这以上在现场的这些情况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篷内 好的 目前陈明文领先的陈以珍 大约一万多票 但是还没有自行宣布当选 那么到是刚才我们自行宣布当选的名单当中 来自连江县 那么陈雪生自行宣布当选 现场的来宾是一阵哗然 认为在之前应该操耳中的希望很大 代表国民党的希望很大 没有想到是前县长陈雪生当选了 那么最新的开票结果 我们广告回来随时为您插播